如果真的是租賃車 那表示背後可能是一個公司 可能是一個集團 甚至可能是一個偵訊社 不是單一個人的行為了 而且我看起來他的確是從 桃園一路跟到台北 所以這個跟蹤是很長期的 而且我覺得簡华官要快 如果他的確是一個公司或一個團體 那你要趕快去扣留他裡面的電腦 可能他影片一大堆啊 只是挑選啊 那天那個只是挑選一小段 情節最重大的放出來 拿出來放而已嘛 銀行到台北的這個過程 就這個傢伙一定是 前一天晚上就在我家附近 或者是一大早就在我家附近 那他就是跟蹤喔 所以那天在台北一個停車場 然後我就發現我要付錢的旁邊 有一台黑色的車 然後那個人就背對著我 一直在副駕駛坐那裡摸來摸去 突然間那個人就冒出一句話說 王宜川 然後笑一笑 結果是我的好朋友康仁俊 康仁俊 你都嚇到 常市議會進行三讀會議 就在會議即將結束時 建請台中市政府鎮鋒處 將嚴考會主委劉彥玲 以涉及之不法行為立案調查 民進黨市議員江兆國 張家安 張芬玉等人 痛批台中市嚴考會主委劉彥玲 行政部總理要求鎮鋒處調查 如果只是他過去跟處長 或是跟承辦人員聊聊天 算是澄清嗎 我們的鎮鋒處是睡著了是不是 國民黨立委徐巧鑫 在去年五月指控 尋求連任的 民進黨立委賴會員 論文涉及抄襲跟徐巧鑫大夫 一起捲入詐騙洗錢案的共犯 對整件事情有清楚的交代 請問市長一句相信 整個調查都不閉了嗎 留言裡有無介入民進黨 台南市立委初選 風波延燒一個多月 吳苑浩僅文字回應不方便受訪 這個月十一號雖然接收電訪 但事後仍給文字 強調相關行為無涉及公務 並無行政部中立之情勢 直至十八號台松口已經自行調查 禮拜三自行調查 我們要把相關的資料 給陳風安位去參考 留言裡先前再三強調 並無行政部中立 不過終於坦承有收到郵件 但是在晚上傳郵件 如今將資料提交到鑽峰處 到底郵件選就等鑽峰處 給出調查結果 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新台派都不准下線 為什麼約你們最愛的王毅川來呢 我知道今天一整天都沒有王毅川 很多川粉都想王毅川 跑去哪裡 王毅川是不是被抓走了 沒有 王毅川今天另有要攻 對不對 青鳥要下降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們等一下馬上連線王毅川 為什麼 因為王毅川被跟堅的案子 大家都有關係 王毅川昨天在節目上 自爆已經完成筆錄 而且找警方找出跟蹤的人車之後 會提告 而且阿川還自爆 在停車場有鬼睡之人 搞得王毅川很緊張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來連線一下王毅川 阿川你好 好 鄭阿好 我今天到高雄屏東來 我沒有失蹤 大家不用緊張 你到高雄屏東幹嘛 有事情 有事情 怪怪的 好 沒關係 那我想問阿川 第一件事 到底你按著進度跑到哪裡 第二件事 你說你在停車場遇到個鬼睡的人 搞得你很緊張 阿川 好 我上個禮拜六 我已經完成報案 做完筆錄 然後也拿到這個報案 他們有一個叫什麼 什麼單的 沒有 現在好像叫什麼證明單之類的 好 那這個警察當然就問我相關的細節 然後最後他問了我一句話說 那你要不要提告 是 我說我當然要提告 哎呦 印起來了 但是請警察先幫我找到這一台車 跟我的車跟跟我的人 我才知道 我要知道他為什麼要跟 這是重點 就是說第一個他是自己要跟 還是他受僱於誰 還是他是誰的員工 對 或者是誰跟他有雇佣 或者是委託的關係 先搞清楚 你這個面中有話 然後我才確定要告 那我今天上午 也把我的車啊 這個送到保養廠 你也怕了 然後請這個車啊 車保養廠把車調高起來 然後呢 搜尋了一圈 沒有發現有GPS 就是被 被裝GPS 你講完我就放心了 你沒有我就一定沒有 然後呢 車內也沒有小老鼠 車內也沒有小老鼠 所以大概就是被放的這個 應該算是解除啊 但是 如果被跟就是說被定位的這件事情 解除 那就代表我那天去銀行 到台北的這個過程 就這個傢伙一定是前一天晚上 就在我家附近 對 或者是一大早就在我家附近 對 那他就是跟肩哦 對 就是跟肩 就標準跟肩哦 如果他只是放GPS 然後偵測到說我出現在台北市 出現在哪裡 然後才來跟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顯然他就是從桃園跟到台北啊 那第二個是因為這幾天下來啊 我現在出門其實都 還有一點這個緊張啊 所以那一天在台北一個停車場 因為我要去 要去那個付錢嘛 那個機器付錢 然後我就發現我要付錢的旁邊 有一台黑色的車 然後那個人就背對著我 一直在副駕駛 坐在那裡摸來摸去摸來摸去 然後我就想我之後往右後方看 他說這個人到底是在幹嘛 是 後來因為就是我在跟旁邊 另外一個人講話說 哎你的持扣沒有拿 然後忽然間那個人就冒出一句話說 王宜川 哈哈哈哈 嚇一跳 結果是我的好朋友康仁俊 康仁俊你都嚇到 然後我就想說你嚇死我 你知道嗎 所以你現在草木皆兵 對就是旁邊有鬼祟之人 然後我就會有點緊張 是 有點緊張 那今天到高雄 屏東來只要這個坐下來 旁邊有人一直看著我 那我就關心他們有沒有 把他們的手機拿起來 好啦反正這個 其實這個心理壓力 其實蠻大的對不對 蠻大的 因為我包括我那天去 去華市那裡一家餐廳吃飯 隔壁桌的也是 然後呢 他們就一直看著我盯著我看 然後要走的時候 那個一個太太跟我說加油 哦 然後旁邊那個先生說 你不要再被跟拍了啦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說 我剛剛這一頓飯我吃得很緊張 因為我看你們兩個一直在看我 然後我一直關心 你們也沒有拿手機起來 但是這個日子不會太久了 因為警方應該 我判斷這個禮拜應該會有眉目 因為以車找人應該是很快 等一下 你說這個不會太久 這個禮拜不會 這個禮拜會有眉目 以車找人 所以車子有眉目了嗎 車子一定找得到 因為我們那個銀行門口監視器很多 那銀行那一棟建築物 我又回頭去看 他每一根柱子上面都有 往前拍跟往後拍兩個監視器 天羅地王 那裡所以那裡大概有十幾支 我就不相信沒拍到 那如果有拍到 從車牌號碼 如果不是這一個個人的車 那看是誰的車 然後這樣一追 大概就可以追到是屬於這一個 哪一類型的人在跟嗎 那警方當然就會請這一位 開車的人啊 或者是車主或者是租的人 或柯斯桿的人一定會找他來問嘛 問說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 你為什麼會 是不是有跟蹤王毅川 那這個事情一問下去 大概就水落石出了 好 非常謝謝阿川 阿川記得享受你在南台灣 很難得清醒的習慣 我們就不拿到你 好 阿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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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想問方老師 阿川剛剛講 以車追人很簡單 如果不是個人的車 很快就追得到 我昨天下午不小心睡個覺 做個夢 我承認了喔 我胡說 我昨天在直播是胡說八道的喔 亂講 大家不要亂上車喔 也夢到 好像不是個人的車 那這個如果查下去 真的查到是 某個公司的租賃車 或是某個公司的車 在以車在追人 這很容易就破案耶 法老師 如果真的是租賃車 那表示背後可能是一個公司 可能是一個集團 甚至可能是一個偵訊社 什麼 對啊 租賃車誰有這麼深 我都不知道 我是小白 真的這麼深嗎 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一個 不是單一個人的行為了 而且我看起來 它的確是從桃園一路跟到台北 因為沒有GPS發爆錢 對 這個跟蹤是很長期的 而且我覺得簡単快要快 如果它的確是一個公司 或一個團體 那你要趕快去扣留 它裡面的電腦 可能還有其他的影片喔 可能阿川也不是單一 對啊 阿川挖鼻孔的 對 可能他影片一大堆啊 只是挑選 那天那個只是挑選一小段 情節最重大的放出來 拿出來放而已嘛 所以我覺得真的 那個證據要趕快扣 那其實現在如果 這個相關的公司或單位 他如果現在去把這些資料 全部把它formate掉 也沒有用啦 因為現在調查局這邊單位 是可以把它重複回覆 只是說現在這些參與的人 他們可能很緊張 會不會有人已經潛逃出境了 因為他怕被抓到 有搞那麼嚴重嗎 真的有可能 因為如果背後是一個霸掌 是一掛 那真的就很嚴重了 對 還有就是跟政治有沒有關係 對不對 跟徐曉晴也沒有關聯 他的雇主是誰 金柳是哪裡來 誰跟你租車 這個東西要查就非常容易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用車去追人 再由人再去追幕後的主使者 總竟然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當然對阿川來講 會造成一個心理上的 很大的一個障礙 這是我不想 我們其實知道 以前像那個毒販 他們在檢查有沒有人跟蹤的時候 跟盡的時候 他們用辦法是什麼 就把車速度放慢 例如說我在高速公路 我覺得後面有可能在跟過 我就開二十公里看你操不操我車 你不可能一直跟嘛 你二十位我也要二十公里嘛 一般像警察警察 他們一台要跟一個毒販車 通常是四台車 這麼硬 當然 當你車子 你放慢的時候 檢查我一定要操嘛 我不操就露餡了嘛 再由別人 那其他車一定要操 我誰操 不能在後面跟 這是他檢查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看起來 跟蹤阿川的車 他是有專業素養 簡單的個人或真心社 可能有一個有經過嚴格訓練 特別是跟肩訓練 因為我們知道 在一般來講 我們的情勢單位 或者我們的檢查單位 跟肩不是只有汽車手 還有徒步手 還有機車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以為只有汽車手 沒有沒有 真的 因為汽車跟不上啊 你真的在警大教過書耶 因為我們還有機車 還有什麼 因為有時候他一下車 其實最難跟是什麼 坐捷運 對 坐捷運 你人一多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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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時候他一上去 快關門一下車 你不能跟著他下車 對 通常如果利潤不跟熟 不可能就是走路的嘛 看到對方上捷運 只能一個人上 另外一個人不能上 怕他一直跳出來 所以這都是有 其實最難最難跟的是不跟 因為他最困難 那像機車手 因為他要大雨 會跟著走 也是很辛苦 最爽的其實是 汽車 對 車跟 就是最爽 因為冷氣可以吹嘛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這次呢 跟環境專家小英之外 這種專業的跟肩的手法 顯然他是有相關的訓練 那這個訓練呢 其實他們是非常繁複的 他們等於是跟著一個對方 他是不斷的在移動 而且不斷的更換 他的這個 特別是當他下車到市區 到街跟的時候 走路不跟的時候 你也不能跟 你還不能一步一去 那時候走路 忽然轉頭 他走了 忽然轉頭 轉身出來 他就跟你整個臉碰 視野相對了 你說你露出緊張的 太多的 你手一閃 他就知道你有不在 所以他們不是在做測試 在做檢查 所以這種是 非常專業的毒販交易 他們常在做的事情